1975年12月20日,周总理在明流之际时, 叫来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清长来到自己身旁。 总理在罗清长耳根说出了很多人的名字, 罗清长含着热泪记下了那些显为人知的名字, 很多人的名字他都没有听过, 他们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或是未党立过大功的党外地下工作者们。 总理表示,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刻帮助过我们的人, 千万不要忘记了。 在总理交代的这份名单中,还包括了前总统特务报军府。 周总理在明流之际还牵挂之人, 肯定是对我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。 那么报军府既然有重大贡献,为何还被判处死刑呢? 1951年,南京一位卖恩的小伤犯被人民举报。 经过法院的判定,他曾从事特务工作, 又担任过汪伟政府的高官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 这位小伤犯就是前总统特工报军府。 被判处死刑,他必须得为自己辩解。 于是他输出在解放前自己曾为党立过大功。 陈庚和周总理可以为他证明, 搬出了周总理的分更, 法院不敢怠慢,万一杀错了人毁之万一。 于是南京的法院给陈庚写了一封信。 陈庚的回信中模棱两可, 但是为报军府迎来了转机。 报军府于1901年, 出生在广东香山的一个富裕家庭。 他自有留学于日本, 毕业于日本的稻田大学, 对日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了如指掌, 在日本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。 成员后返回国内, 在一家上海的日本洋行担任高级职员。 他善于交际, 很快就在上海滩混出了名堂, 在商业、政界和日本人那里都能说得上话。 1924年, 报军府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, 投身于大革命风暴州。 在五四运动中, 他不仅结识了顾顺章, 还结识了青帮中人、 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建宏。 两人志同道合,又是同乡, 很快成了梦里之交。 顾顺章后来加入了我党, 杨建宏后来成为陈立福的得力助手。 通过顾顺章的关系, 他认识了我党大量党员陈阳山等人, 还通过杨建宏的关系, 结识了陈立福。 1927年, 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, 蒋介石抓捕和残害了大量我党当员。 报军府心中十分不满, 说了很多公道话, 因此被抓进了监狱。 报军府最是会搞关系, 本来大家都以为他会惨死监狱中时, 蔡元培亲自出面为他保释。 报军府出狱后, 正值陈立福搞党务调查科, 也就是中统的前身。 作为陈立福左膀右臂的杨建宏, 自然就想起了交际能力强, 消息灵通, 半是可靠的报军府。 报军府的能力, 很快就获得了陈立福的赏识, 在杨建宏死后, 报军府就被陈立福任命为国民党总统, 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。 一天, 报军府下班后, 遇到了好友陈阳山, 陈阳山的实际身份, 是我党在上海的中央特克人员。 报军府对蒋介石还是十分反感的, 于是他将陈阳山带到家中, 表示自己想要为党服务, 说自己可以在国民党内部打探消息, 置物不言地将打探的消息告知党。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, 陈阳山将报军府发展为我党地下工作者, 让陈庚与报军府建立了单线联系。 报军府也正式成为了双面间谍。 1928年4月15日, 我党长江局书记,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伊农被捕。 报军府很快查明, 是霍嘉欣与贺志华夫妇出卖的, 而贺志华是朱楼总的前妻。 报军府报告陈庚之后, 陈庚亲自带队处决了叛徒, 避免了党内更大损失。 1929年8月24日, 澎爱不幸被捕, 是报军府查明了是百姓叛变出卖而导致的。 1930年秋, 任毕时不幸被捕, 关于英租界巡捕房, 报军府请大巡捕兰普逊吃饭, 说任毕时是自己手下的特务, 兰普逊卖报军府面子, 任毕时得以出狱。 1931年, 关向英被捕时, 也是报军府营救出狱的。 可以说, 报军府实际上是任毕时与关向英的救命恩人。 顾顺章叛变后, 周总理和陈庚离开了上海, 报军府与党组织就彻底失去了联系。 在顾顺章叛咬下, 报军府被关进了监狱。 第二年, 顾念旧情的张道帆将报军府营救了出来, 并让他前往南京反省员工作。 抗战爆发后, 报军府被汪伟政府任命为赶化院院长。 在此期间, 他偷偷地释放了很多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青年。 抗战结束后, 报军府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抓捕, 通过审讯调查, 发现他并没有出卖民族利益和杀害过任何抗日人士, 所以没有被追究。 出狱后的报军府在街上以卖香烟为生。 1951年, 在镇反运动中, 报军府被群众举报抓了起来。 法院认为他从事过特务工作, 又担任过汪伟政府的高官被判处死刑。 他身边道, 解放前, 我为党做出过贡献, 陈庚和周总理知道我的功劳, 陈庚是我的上级。 我与他单线联系, 党内都知道陈庚从事过地下工作, 南京市法院院长居华随即给陈庚写了信。 陈庚回信表示, 报军府于1927年与我党发生关系, 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与我联系, 在此期间对党内贡献颇大, 以后任汪伟敢化院院长, 据手表现不太好, 其他详情不知。 法院最终认为, 报军府确实对对党做出过贡献, 虽然担任过委职, 但多次释放同志, 供大于过, 当场释放。 出狱后的报军府生活过得十分困苦, 陈养山得知后想办法给他申请了一些救济。 1954年, 陈庚向李克农和罗瑞卿为他申请了每月一百元的补助。 1956年, 南京军区将报军府用专车送至北京, 让他与陈庚和陈养山等老战友见面。 后来周总理得知报军府的情况后, 为他安排了一个文士专员的职务, 让他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蜿蜒。 1970年, 报军府在去世民流之际, 他对儿女们说, 我不是特务, 不是叛徒, 也不是什么汉奸, 我到底算个什么人, 我自己也不知道, 但周总理是这我的, 周总理却是永远记得, 那些与他一起并肩作战过的特殊战友们, 所有在报军府去世五年之后, 总理在名流之际, 叫出了那些显为人知的人名。